大家好 我是李延秋 为你选读要分享的文章是天下杂志第652期 红兰教授所写的专栏 题目是教育少了品格 书念再好也没用 AI冲击各国人才培育 反而开始强调其品德 但当我们的教育不再注重公民道德生活伦理 台湾在世界地图上消失 是指日可待的了 最近好几个国家为了因应AI时代人才需求 都在举办前瞻教育研讨会 我参加过的就有美国的前瞻学习科学研讨会 以及上海的教育蓝皮书发表会 在这些会议中 我看到现在大家都在强调品德 也就是礼记 德 人之本 正之根 国之基 那种从内而外 下而上 一致性表现的德性要求 的确 在机器人时代 情绪和品德更重要 因为机器人不会替你掉眼泪 人则可能利用没有道德判断能力的机器人去做坏事 所以德育已经取代了治愈成为新教育的核心了 在回程的飞机上 我看到有个老师投书报纸 休业是我捡地教室地上的冰棒袋 他说虽然一再交代学生 吃完冰棒 只带不可以留在教室中 以免招蚂蚁 但是学生充耳不闻 仍然随手丢弃 年年的冰棒袋 他说现在的孩子目中无人 更喜欢强词夺理 连自由班的学生也不例外 他感叹 克刚一改再改 把公民与道德 生活与伦理 改到不见了 所以现在的学生 缺乏公德心 同理心 脑海中只有自己的利益 不会设身处地 为他人着想 他的话使我想起最近的分尸案 外加我在高铁上遇到的一件事 我搭高铁不喜欢跟人挤 所以到站前 会先去离出口最近的车厢等候 例如要去转台北捷运 就去第十车厢 要搭计程车就去第七车厢 那天我在第十车厢的门口 看到一个年轻人 用非常恶毒的三字经 骂一个老先生 擦擦擦 你挤什么挤 你踩到我的脚你知道吗 你有本事去坐商务舱啊 你们这些米虫赶快去死 死越多越好 擦擦擦 旁边有个中年人看不过去说 青竹末将老竹期 嫩损也有变竹石 其他人频频点头 年轻人看众怒怒男犯 才闭了嘴 下车时大家都脸色沉重 如果一个背着电脑 看起来像是受过教育的人 说出来的话 却是如此不堪入耳 我们的教育交到哪去了 还有老人为什么是米虫 他们年轻时不也是对社会做了贡献吗 我很着急 当全世界都在因应AI时代的冲击 只有我们还在把管内斗 在外交上我们已经没有帮交国了 如果在人才的培育上再输人家 台湾在世界地图上的消失 是指日可待的了 为你选读分享的是 天下杂志第652期 红兰教授所写的专栏题目是 教育少了品格 书念再好也没用 我们下回见